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礼拜四东北季风增强之下 两个地方会飘雨 一个是北部 一个是东半部地区 那中部地区在封面通过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点点短暂雨 所以礼拜四要中午以后开始 气温的部分要下降了 但要特别注意 礼拜五的温度降幅还蛮明显的 这一波的冷空气在台北市的温度 会降到13度 所以我们称礼拜五到礼拜六这两天 我们会在冷气团的笼罩之下 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波的冷气团 就在周五的时候 开始影响到台湾的上空 不过这下来的空气是干燥的空气 所以各地天气晴了 五六两天天气晴 但是即使到了中午的话 北部地区也只有在17度 南部地区的温度也明显下降了 在25度到26度之间 可是夜晚的温度 北部地区就在13度 所以冷稠稠的感觉 南部地区夜晚的温度在18度 所以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这一波的冷会使得晚上的温度 掉到20度以下 穿着方面要留意了 两天的时间冷气团的影响 到了礼拜五的清晨 温度还是低 因为最重要有辐射冷却的作用 不过到了礼拜天 礼拜天的白天的时候 气温的部分就要开始明显的上升 所以我们的冷最主要在五跟六两天 礼拜天的白天气温上升 礼拜天的清晨虽然冷 但最主要在一大早天亮之后开始 随着阳光照射之下温度升 接着下周一周二周三 这几天来说是日夜温差大 那下一波冷空气 目前看来下周四的时候会再接近 我们先来看什么 先来看看今天的雨量的 最主要今天有雨是在东边的部分 有点雨 西半部地区全部都是天气晴朗 温度的状况在中午的北部22 现在北部21 那到了中部地区29 南部地区也在29度 可是东半部地区最主要 就是因为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有些局部的短暂雨出现 卫星云图上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北方有云带主要是在华中到江南地区 正在由西往东的方向在移动 冷空气的强度的部分 随着一个冷高压进入到达了黄海之后 我们的风向有一点点偏东北东风 所以东半部地区云多 西半部天晴 但另外的冷高压的冷空气 已经开始逐渐的下来了 目前冷高压所在的位置来说 它的冷空气已经通过了黄河流域 往长江流域的方向在移动当中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冷高压下来的特性是 由北往南快速的下来 时间点就会在明天白天的时候 开始往南移动 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时间点的地面天气图 先来看明天礼拜四 礼拜四 11月16号的时候 高压的位置本来是在西北地区 快速的往南移 移到了四川的位置 所以在明天一整天来说 温降的幅度会非常明显 最主要在中午以后开始 因为冷空气源源不断的 偏北风吹了进来 北部地区星期四晚上 低温的部分掉到了16度的低温 大家要注意 到了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 高压系统正在逐渐的东移的过程当中 在周五北部地区 这是礼拜四的温度 16度 但到了礼拜五北部地区的 台北市的公园路车站 晚上的温度就会掉到13度 因为最重要加上天气晴朗 晚上就会有些辐射冷却的作用出现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时间点的地面天气图 18号 18号就礼拜六的晚上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还是冷喔 因为冷高压还是带着北风进来 北部地区晚上的温度 还是在13度的低温 中部地区就在15到16度 南部地区在18度的低温 所以礼拜六晚上温度仍然偏低 星期天的时候 这个高压系统进到了东海以后 我们的风向随着要变为一个偏东北东风进来 所以温度开始逐渐的上升 所以这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就在五跟六两天的时间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时间点的地面天气图 这个是11月22号 为什么要看这一张呢 你注意喔 这个是11月22号 下个礼拜一二三 下礼拜三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冷高压的强度还满强喔 这个主高压的位置的强度来说 下来大概有到达1044百帕的强度 而冷空气开始通过了黄河流域 所以这一波冷空气预估在下周四的时候 也就11月23号的时候 开始要进入到我们台湾上空 所以这一波冷空气在这个礼拜六日释放完毕之后 下一波冷空气预估在下周四到下周五的时候 开始影响我们 以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 冷空气的强度会持续的在增强当中 那明天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早上的时候北部地区要飘雨 中午以后温度要下降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温度就维持在20度 明天白天的高温跟今天差不多 明天中午以后温度开始下降 要提醒您特别注意 明天晚上北部就掉到16度 中部地区的话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南部地区是天气晴 早晚天气凉 明天下午南部要起风 东半部地区相对的有雨的状况 在下午以后会比较明显 外岛地区的温度在明天一大早开始要下降了 在未来一个礼拜可以注意到 干冷的空气进来五六两天冷气团影响 到了礼拜天以后开始气温慢慢上升 中部以北低温 海岸线只有12度 城市里面13度的低温 而到马祖晚上温度掉到了14度的气温 所以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提醒了 最主要明天在白天开始的时候 沿海的风力开始要逐渐增大了 海边城镇的朋友骑车要注意 还有明天的温度在晚上要下降 所以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穿着方面要注意到保暖